当时我看的时候,特别感人,当时就哭了,当时我看那CD我就哭了,我真的是,没有想,没有想说出道以后再去回想以前出道的时候,就是一步一个脚运,这样一直走,没有回想到,但是一看到那CD,很伤心。 你跟你爸爸告别是第一次去韩国那时候吗? 那是我出道以后,第一次回来后再走的时候。 再走的时候。 哇,这是很有意义的礼物,我知道有歌迷送过你一条红色内裤,是谁送的,举手? 是韩国歌迷送的。 又是韩国歌迷。 当时,也是我在,从公司回来,歌迷拿一盒子,哥哥这是给你的礼物,你猜看吧,那行,我猜,猜看一看。 我还拎出来,红那个,我当时有声音,马上盖了盖了,我说谢谢,当天还很红。 旁边还有一个阿姨,在旁边说推车这样,还看了我一眼,到时候我觉得她太丢了。 那内裤怎么办呢? 现在还在我的叔叔里收藏,不敢,不敢再穿。 没秀你的名字什么吧? 鞋,鞋落的名字。 左边呢,是SG,右边呢,是韩羹。 丢不了,保证丢不了。 太有意思了。 它用有红的,还有一个是,好像是绿颜色的。 一个是一个四角的,一个是三角的,那个绿颜色呢,是三角的。 它也是,也是写的名字,但不是在旁边的,是在屁股这边。 写了我的拼音的,大写拼音的前面这样。 HG。 一边一个。 我说这回好了,这宿舍的内裤我丢不了。 太可爱了。 除了在韩国,韩羹有越来越多的歌迷,在中国,你们,越来越多的人在喜欢韩羹。 所以有一天,当我们发现网上,全部都是歌迷,说你们必须要采访韩羹,必须要采访韩羹。 我们突然意识到有一个中国的演员,在国外,打出自己一番天地。 这是我觉得挺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中国艺人开始在海外寻求更大的市场。 但是能够真正走进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流市场的,其实不多。 韩羹算是一个,这是一个挺值得我们高兴的一个故事。 我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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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派了,他在跟我握手。 韩羹出道的时候,他一直在用汉语拼跟中国的反制交流。 然后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博客上的原书,像个家一样,我们就当时很感动。 于是大家就想用自己的力量,然后去给他买一台属于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那天晚上我们就是上网去看,然后看到韩羹给我们留言,说谢谢中国的饭, 然后就是给他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们当时看了,很感动。 韩羹在我们心目中是善良的,是个很优秀的人,我们会永远地支持他。 然后希望他在韩国能够发展得更好,然后做一个很杰出的一个艺人,韩羹加油。 2006年韩国最大综合网站Never年度搜索排名前10名中, Super Junior以唯一的歌手身份上罢。 锦诺密鼓的通告和行程,随着Super Junior直线上升的人气,显得瑜伽繁忙。 他是由13位帅哥,而且是多彩多役的帅哥组合而成的。 我们欢迎Super Junior。 好,我们掌声欢迎Super Junior。 2006年6月17日,Super Junior抵到上海,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晚会。 原本安排的总空地毯,因为fans过于狂热,为避免安全问题被迫取消。 组合首张专辑第二副大曲《Mimico》,连续五周蝉联泰国Chinaway International Side的五周冠军, 或海外榜年度亚军。 2007年1月,Super Junior又代表韩国相继参加了日本和泰国的延长会。 而韩庚个人又成为SM公司,2006年度在中国的选秀活动中担任评委。 她的人气节节盘生。 每次回到国内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回家的感觉? 每次回来,下到,从飞机上下来之后,空气就一样。 完全是家很清新的空气。 哇,就是特别见了。 现在去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是很多的, 人家都知道的话会跟到你当时的。 现在歌迷已经知道那个地儿了, 现在那个地儿的,现在生意很好。 现在那个老板呢,每次我去的时候, 大部分就是冬至啊,历春啊, 就过节的时候去。 老板说,都可以你了,我说身体越来越好, 今天随便吃。 我说谢谢啊,我今天就吃饺子。 上次我们去是光州,好像是光州演出的时候, 在吃饭,山东去了厕所,在洗手间, 我们就开车,感觉有人在后面追。 一看后头见,山东,停下,还有我呢。 很胖,走走走,我说停下, 当时停下,上车,你们就不要我了。 以后每个人发个帽子,到哪儿都组个旗子, 跟你们旗子走。 哇,哎呀,我看你们的发型老师要变呢。 是,每一个专题的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这首歌的风格是什么样, 所以我的头发就变,还有服装也得变。 你头发都染过什么颜色? 染过黄,黄,银,银色的,还有黑色的。 我很喜欢黑色的。 本来不就是黑的吗? 是啊,所以这次专题我又是给举回来了, 举上黑的。 每次回到国内的感觉是什么样? 回家的感觉? 每次回来,下到,从飞机上下来之后, 空气就不一样了。 嗯,完全是家里清新的空气, 往上终于到北京了。 哎,你要在韩国想吃中国饭了,怎么办? 我们专门有一个地方, 在我出道之前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个地方, 很小一个地方, 那个房间就一个房间, 有五个桌子, 我每次都在最里边那个桌子, 一直到现在,我说有时候我想吃中国餐, 去吃洋红串, 我就去那个地方就吃。 那还有洋红串呢? 对,洋红串,全是东北的那些食品, 全是。 现在去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是很多的, 人家都知道的话会跟到你那去的。 现在哥们已经知道那个地儿了, 现在那个地儿生意很好, 现在那个老板呢, 每次我去的时候, 大部分就是冬至啊, 立春啊, 就过节的时候去, 老板说,多亏你了,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 今天随便吃。 我说,谢谢啊, 我今天就吃饺子。 你会要控制自己饮食吗? 我不随意, 我什么都可以。 如果在韩国的人家, 他们觉得你太瘦了? 我? 行,这个呢, 是那个老板呢, 也收过我。 这韩国的小的这胃也太不争气了, 吃多少也不胖。 这多幸福啊, 这是一件好事。 就是我吃什么, 不会去找肉。 因为你的运动量已经很大了, 跳舞啊, 什么消耗是很大的。 我吃了很多, 确实吃了很多。 你自己会做什么菜, 拿手好菜是什么? 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 烤鸭。 北京炒饭。 蛋炒饭。 蛋炒饭。 嗨, 就是蛋炒饭呗。 这因为是我一个韩语的发音问题搞出来的笑话。 因为我跟, 有一次我是练习完了半夜, 太饿了, 说也没有东西吃的, 所以我就从冰箱里找, 看有没有东西我可以做的, 只有鸡蛋, 冲, 所以我就, 只有鸡蛋和冲。 所以就, 一看那个, 那个饭锅里还有米饭, 我说那我就炒饭吧, 我就蛋炒饭。 韩语呢, 应该说是, 不跟饱。 那我的发音也不准, 所以就他们,